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FC平台的新游戏 矿体 宾德故事 所谓的矿体就是游戏当中冒险的星球的名称 因为这个星球上布满了各种矿产资源 宾德就是主公的名字 游戏的类型是动作设计 操作方面也比较简单 一个攻击键 一个跳跃键 本作发售的时间是2022年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FC版 还发售了NS版 还有Steam版 我刚刚是切换了一下武器的类型 现在是一个回旋标的状态 回旋标我感觉是不大好用的 这里打第一个小boss 这个小boss叫做观察者 别看他现在是小boss 到游戏的后期 他就是杂兵了呀 武器的类型包括默认 图旋标 激光 还有双向 其中双向的攻击范围比较优秀 适合攻关的流程 激光的输出很集中 适合攻略boss 其他的两种武器性能就比较一般了 游戏的流程一共是五关 这里是第一关 失控森林 不用到游戏的后期了 第一关还没过 观察者已经沦为了杂兵 只不过他的血量 不会被咱们秒掉而已 按下跳的话 就可以落到下方的台阶 能够这样操作下来的平台 有一点特别 那种比较厚重的是下不来的 第一关的boss战 玻璃先锋 所谓的玻璃是粒子物理学的概念 实际上本作的很多boss 它的名字都和粒子物理学是相关的 这个boss很特别呀 我以为它的弱点是眼睛 没想到眼睛打爆之后 还要把手打爆 击败了地关的boss 主人公回忆起了自己的一个技能 滑铲 滑铲的操作方式就是下跳 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 游戏当中相应的位置也会有提示 刚刚屏幕上的活动块比较多 所以拖慢了 第二关是来到了索罗门大沙海 本作的剧情讲述了一个叫做矿体的行星 各种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所以引来了宇宙当中很多的物种 相互争夺 在矿体行星的上空 漂浮着一个人工智能都市 叫做加尔文 这个浮游都市与世隔绝 没有人知道上面有什么 也不知道它存在的目的 但是来到矿体行星的人 对浮游都市也没有太大的好奇心 因为他们把争夺矿产资源放在了第一位 行星上有一个老工匠叫做法格尔 他偶然的发现从浮游城掉落的小机器人 小机器人已经损坏了 不能正常运作 所以他花了很久 修好了机器人 并且命名为宾德 这里是第二关的小boss战 刺虫 我感觉就是巨大的沙漠蠕虫 攻击方式是飞行道具 以及冲刺 这款游戏是有boss rush模式的 关卡数量虽然只有五关 但是总体的boss数应该是15个左右 好咱们继续说剧情 老工匠法格尔修好了宾德之后 就带着他一起生活 一起旅行 关系非常好 但是突然有一天 名叫福德的机械部队 从浮游城降落到地面 发动了攻击 法格尔被杀害 所以宾德就想要为法格尔报仇 这就是游戏开始的剧情 本来我以为这款游戏的剧情 也就这样了 就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 后来发现我真的想的太简单了 游戏通关之后 就会发现事实远不止如此 宾德表面上是复仇成功了 击败了浮游城市的AI核心 正当宾德决定结束浮游城一切的时候 它触碰了旧核心的开关 结果就被同化了 它失去了之前的所有记忆 成为了整个浮游城的新核心 浮游城存在的目的 应该就是监控整个星球 保证它能够维持平衡 如果星球失衡的话 那么就投入变量 这种变量可以是很温和的 也可以是很激烈的 比如说进行武力干涉 类似灭霸当年做过的那种 第二关的boss战 爆发胶子 胶子也是之前我提到的粒子物理学的概念 boss的攻击方式就是移动之后进行爆发 爆发的还挺激烈 游戏会有一小段的脱卖 屏幕还会进行晃动 打完第二关拿到的能力经典了 阿尔段跳 第三关 维拉林城 本关的一开场是遇到了同盟者穆恩 他的作用就是给玩家提供一些信息 穆恩是他名字的音译 如果意义的话就是戒子 同样是粒子物理学的概念 这款游戏真的还是挺有深度的 他的剧情让我想起了一个系列电影 就是黑客帝国 人类存在着一个反抗的基地 但实际上这个基地也是AI设计 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类进行反抗 在反抗的过程当中 在进行应对的时候 反而会得到演化和迭代 第三关的小boss战 致命离子 看起来就是一个坦克 大家应该还记得离子的概念 带有电荷的原子或者原子团 如果失去了电子 那他就带正点 得到电子就会带负点 什么样的情况容易得到电子 他最外层的电子数是四个以上 比如说六个七个 反之如果最外层的电子数是一个两个 就非常容易失去了 最近这两年辅导孩子的功课 没少复习当年初中学过的各种知识 其实我还挺喜欢给孩子辅导功课的 但是现在机会少了 因为他已经出三了 马上面临中考 各种课比较多了 给孩子辅导功课的时候 也是一个跟孩子交流的过程 这个过程对你和孩子之间互相了解 是很有帮助的 我平时也会和他交流游戏方面的话题 他小学阶段还比较喜欢看我录制的视频 但是现在一般不看我 孩子大了呀 有自己喜欢玩的游戏了 这方面和我明显有代沟了呀 人家去玩原神还有崩坏这种游戏了 第三关的第二场小boss战 刀锋大师法拉第 一般的家长可能会觉得 支持孩子玩游戏的话 能不能把孩子带坏了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能 孩子选择游戏的时候 你可以进行一下干预 或者说引导 只要别去玩那些不大好的游戏 我觉得都无伤大眼 而且我发现 他玩游戏很佛系 比如说游戏当中会有一些 每天的登陆角列 还有每日任务之类的 但是他现在的学业比较繁忙 只能周末玩一会儿 这样的话我就问他 我说要不要 我每天给你登陆一下游戏 帮你做一下每日任务 结果他说不用 我当时还挺惊讶的 他就表示 玩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第三关的boss战 安静的欧姆 无论法拉第还是欧姆 都是物理学家的名字 所以我觉得 游戏的开发团队里 肯定有人对物理学特别感兴趣 或者说特别了解 后面还能够看到扭矩 这种力学的概念 第四关来到了尼贝萨古拉山 开场还是遇到了咱们的盟友 穆恩 游戏的流程设计 还是后面的关卡比较长 两关就占了一大半 这种紫色的藤蔓 是有碰撞判定的 游戏当中没有血量的概念 被击中或者被碰到的话 就是一条命 想要顺利通过的话 就要利用到上一关过后 得到的新的能力 也就是空中冲刺 使用的方式是在空中按上按跳 武器方面我使用的还是激光 因为这款游戏 打出来的道具是有随机性的 你想打boss之前 再切换的话不太现实 第四关的小boss战 愤怒的回旋加速器 这就是它名字的旨意 但是我看它就是一个灯泡 亮度不错 但是不强 这个地方使用一下二段条 有的地方你需要二段条之后 再进行冲刺 整个一大段的场景没有敌人 纯粹的就是考验玩家的各种操作 而且考得非常细 这一点我在第二关就已经领略到了 因为之前有连续射箭的敌人 你需要在它射箭的间隙进行操作 比如说跳上台阶或者是发动攻击 下雪的场景真的是太坑了呀 有的敌人是黑白配色 和外边的背景完美的融合呀 游戏没有要求轻败 所以很多地方可以冲过去 这个地方需要蹲下射击 这里的敌人又在疯狂的射击 我需要回头一下 然后再蹲下 刚才这个平台的子弹 没办法躲呀 它射击的是一个半高的高度 跳跃也不行 蹲下也不行 又是一场小boss战 火花牧师 克姆霍兹 这里我特别说明一下 这段解说我剪辑了好几次 好几次都说错了 赫姆霍兹 我不断地说成 霍格沃兹 本来人家是一个物理学 氛围很浓郁的游戏 结果我给搞成魔法世界了 boss的激光攻击还是有点威胁的 需要找准出现的落脚点 跳上来 这个落脚点不是永久的 出现之后还会消失 这里应该是滑铲不过去 必须把它清理掉 观察者飞行的高度太高了 这里我使用的是激光 攻击范围比较远 所以就没必要 拼着一个非常短的攻击间隙 跳上去 这就是他比回旋标强的地方 我感觉刚才二层的平台 可以跳上去 敌人在身后留了一个位置 第四关的流程就不短 但是第五关更长啊 而且boss数量也是最多的 这些敌人都睡落枕了吗 不会回头 第五关boss战 哨兵刺客 西鹏 西鹏也是音译 他的意思就是 红西这种物理学现象 boss还拿着一把光剑 很有星球大战的味道 远处看到的就是浮游城市 过关之后拿到了黑客技能 他的作用就是打开游戏当中的一些电子机关 六关来到了浮游城市 加尔文 就是在这里击败了AI的核心之后 因得成为了新的核心 所以人工智能为什么要设计这种机制呢 就是为了让自己得到迭代和进化 他毕竟不是生物 没办法通过基因突变 进行演化 演化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你就是一成不变的了 我想起一款游戏 PS平台的北欧女神 他是根据北欧神话改编的 里边的主神 众神之王 叫做奥丁 奥丁最开始的神格是非常低的 其他的神都是完美的存在 完美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成长的可能 在奥丁不一样 奥丁有半人的血统 因为人类是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战斗 提升自己实力的 所以奥丁最后就坐上了众神之王的位置 刚才打的小boss是护卫犬图克 这里又遇到了木 这个地方把木干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木想劝阻 宾德 进行复仇 木的形象是一个闲者 或者说先知 他可能是觉得 人工智能 这么庞大的一个系统 是不会做出什么非理性行为的 但是现在却放任你 一路从地表打到了浮游城市 这里面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宾德这个时候脑子里只有复仇啊 已经听不进去规劝了 这也为后面宾德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 屠龙者终成恶龙啊 宾德在打倒了AI核心之后 他的一部分意识 成为了新的核心 继续维持着浮游城市的运作 但是另外的部分 残留在了这副小的机器人身体里 失去动力 平止了运作 在矿体行星上大部分人 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浮游城市的AI核心 完成了一次自己的演化 只有老工匠法格尔受伤的世界达成了呀 第四关由于拿到了黑客的能力 所以第五关有很多的机关需要开启 这里在很高的地方给了一个落脚点 需要二段跳才能上来 这地方我需要观察一下 对方是一个交叉火力 小boss战 警卫麦考利 上一个打的是灰犬 前两个boss都是看大门级别的 中间这个位置站着还可以 但是boss每次会飞扑下来 需要躲避一次 站在两侧的话 攻击的机会会比较少 但是安全性会更高一点 这个就看打法上的选择了 刚才地面的那个武器又是两项 其实这款游戏如果不做成纯动作来 而是做成银河城来 那可玩性会更高 我觉得完全行得通啊 因为流程当中拿到的这些能力 比如说滑铲 比如说二段跳 就太有银河城系列的特征了 你探索一个区域 拿到了一项新的能力 这项能力能够帮助你去新的区域 再加上本作的boss数量也不少 十五六个呀 流程上也有保证 但游戏的容量肯定会进行扩充的 因为版面数量会增加 银河城类骨子里还是ARPG 半个小时就完事了 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当然我知道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说 半个小时就很久了 小boss战 死亡是这希尔 他最有威胁的就是 拿着剑一闪的这一下 速度非常快 不要抓节奏 纯反应的话肯定是反应不过来的 boss打完一半了 但关卡的进度应该是进行了一大半了 不是很长了呀 刚刚这种敌人落地之后 被我打碎了 打碎之后他会飞出来一个子弹 这个子弹是指向性的 他爆炸的时候主人公的位置 就是他瞄准的方向 有一点威胁 所以还是尽早处理 但好在他不是那种一直跟踪的类型 小boss战 交注者 波伦兹 大家应该非常直观的能观察到他的弱点在哪 感觉他的设计理念和第一关的boss差不多 也是需要打一个手部 然后打眼部 手打完了 这样的话boss威胁就不是很高了 有一点耐心就可以 这里就是三场boss连战 随后打的是2717型机器人 2717是他的型号 英德的型号是271828 出近的这一下非常远 英德不会 而且对面回旋标的攻击距离 感觉也比英德要远 打他就是不能贪枪 打完之后就要进行本作的最终boss战 浮游城市的AI核心 就是这个红色的球体 冰德打完他之后 会变成新的核心 新的核心是蓝色的 和冰德现在的配色一样 最终boss并不难 感觉对方确实也没有尽全力 那好吧 这样一款MC平台的动作尸体游戏 矿体冰德故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